你 喜欢熬夜看球吗 你 诗迷通宵追剧吗 你 长期饮酒心烟吗 你 经常加班加点吗 你 小心处词 顶上你 你 在干嘛 这一张手上这么严肃认真那怎么还是 你过来 快过来 是不是吓着你了 吓着我了 那我给你好好说点什么 这不武艺小长假了吗 这个在外出行安全第一 咱们这个社区不是要拍一个关于这个急救的 安全的这个公益短片 然后呢就找我跟盖盖 我们俩先采牌采牌 采牌采牌 真是丑啊 但是妈我跟你说啊 送你三个字 不合适 为啥找你两个年轻人啊 应该找咱们隔壁的张大妈和李大妈 是不是老年人经验多了 他吃的盐比你走的瞧得多 是不是 可不能这么说啊 哎呦 你是现在不知道啊 年轻人这么多不良的习惯啊 熬夜呀 喝酒呀这些事 对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猝死的案例 对 池哥你是不知道 你跟他讲你跟他讲你 前两天啊 就还有一个案例上新闻热搜啊 什么案例 讲了一个九六年的年轻的设计师 在出租屋内长期熬夜加班 嗯嗯 猝死了 你看看池 九六年的 他太吓人了啊 对 所以说怕怕 我以后再也不熬夜打游戏了啊 但是你说咱们社区排这个工艺的这个短片 放哪啊 是在咱们小区门口的这个大屏幕上播吗 对对对 在这个在门口这个大屏幕上演播 对对对 但最主要的是为了这个社区急救知识培训课 来做这个宣传 那真遇到这种几个情况 打个电话 有这个专业的医护人员给他急救 就是用咱们普通人去上 也不专业 主要是不专业 专业 你过来 我又过来 我跟你讲 是 学这个太重要了 怎么重要了 记多不压身 是不是 你就幻想一个场景 场景 有一天 是吧 因为你这个人喜欢运动 对运动 没事去什么荒郊野岭去跑步去 对跑步 对不对 对 改一下 改一下 就昏倒了 嗯 这个时候 你离医院 有几十万公里 嗯 周边荒芜人烟 是不是 你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离你而去 只剩下我了 对 但是如果我不会急救知识 你不就那啥了吗 对 麦 是不是 菜人生 这个培训呢 我想报名 在哪报名啊 哎 你这就对了 就对了 对了 对了 今天要跟你讲是截止日期 正在社区报名 是 是吧 赶快去 快去学一学 他来不及了 今天 就今天 截止了 马上截止 跑步前进啊 跑步 跑步 今天呀是五一劳动节 先祝大家劳动节快乐 快 劳动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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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加七有什么样的计划 如果你有这种出行计划的话 首先咱们还得要做好防护 对 注意安全 真跟大家说 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的话 嗯 咱也不能束手无策 是吧 咱们得掌握一些急救知识 所以呢 这个今天我们也特别请来了一位高人 这关键的时候还真的能保命啊 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来为大家介绍来自我们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 孟庆兵 孟大夫 欢迎您 欢迎孟大夫 辛苦了啊 今天孟大夫就跟我们来普及一些急救的知识 对吧 孟大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孟庆兵 咱们先得问问孟大夫 就平时您在这个单位当中 接触的最危险的这种病例都是什么样的病例 最着急的 最危险的 对 那么在灵状当中呢 预见的最危险的病例啊 当然是心脏骤停 心脏骤停呢 指的就是心脏突然停止工作 集体的供血中断短时间之内呢 然后集体的重要脏器呢 不能供血 不足大脑 严重的会导致死亡 如果心脏骤停呢 大脑呢 对驱养非常敏感 咱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填空题 那问一下大家 这个填空题大家会做吗 看第一个题 第一条题 几分钟之内做心脏复苏 患者有多少的机率能救活 让丁蕊先说吧 这肯定是越快越好啊 我觉得是不是 你填的数 两分钟 两分钟 然后患者有几成的救活 你觉得有几成的机率可以救活呢 你觉得大概有60%吧 50% 就两分钟 有六长的 是四分钟之内 如果心脏复苏的话 患者呢 救活的机率呢 有50% 有一半的机率能救活 四分钟之内 对 四分钟之内做的话 那么有一半的机率可能救活 那刚才像丁蕊说的 这两分钟之内 是不是机率会更高啊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第二个题 第二个 几分钟之内做心脏复苏 患者有几成的救活 机率在脑组织 将发生不可逆的损伤 十分钟吧 然后患者可能有三成 这还是高了 一般呢 是四到六分钟 四到六分钟 如果复苏的话 这时候呢 有10%的机会能救活 但是脑组织 可能发生不可逆的损伤 四到六分钟 这个大脑没有供血 对 大脑对血量非常敏感 如果你四到六分钟救活的话 可能脑组织发生不肯定损伤了 也说说它以后呢 可能清醒不了了 就差两分钟就不行 对啊 一分钟就 如果这时候呢 如果每 在院外的话 每延长一分钟 救治的成功率呢 下降10% 还有第三个题 如果超过几分钟 就会造成脑死亡 10分钟吧 对 对 10分钟 如果超过10分钟的话 不救治的话 患者就会脑死亡的 所以呢 如果发生新的作品 应该迅速地进行 那个行为复苏 时间就是生命 越快越好 我觉得可能很少 有人能够这么幸运 在四分钟 或者四至六分钟之内 赶到院内 对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说 我们要多积累一些 急救的知识 我们在这个视频上 现在也经常能够刷到 哎呀 我们应该怎么做 多少下什么的 对 但好像 你经常就属于那种 一看就会 一做就废 就是这个到底 我们怎么能够说 我们就能够 很好地掌握了 这样的技能呢 不仅是对自己 可能更多的是 能够对别人也帮助 那么有一个口诀 六字口诀 叫叫CABD 应该我们 挨个解释解释了 现在有个图片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叫叫 叫叫叫 叫呢是叫醒 就是双手拍患者的肩 醒醒醒 看他有没有反应 嘿 醒醒 嘿 然后同时呢 要触摸那个颈动脉搏动 同侧的颈动脉搏动 一般在喉结 旁开脸航指 一般是站在患者右侧 右侧这个位置呢 触摸 有动脉 对 颈动脉搏动 对 能搏动 看能摸到吗 如果摸到的话 他说门开有心跳 摸不到的话 他患者就没有心跳了 然后同时呢 眼睛就看着患者的胸阔 看是不是起伏 在呼吸 是不是还喘气 对 判断时间呢 不能超过十秒钟 这个判断时间 如果患者没有意识呢 这时候就应该 进行心肺复苏了 这时候那个叫呢 是叫醒 叫患者 第一个叫 对 第二个叫 第二个叫呢 是呼叫 就叫寻求帮助 那么有两层内容 一个是打电话 叫120 第二个叫呢 就是拿 找周围的患者 拿AED进行电出颤 找电出颤仪呗 对 AED 公共场合呢 一般都有AED 那么就拿AED 及时尽早地进行电出颤 电出颤 那么第三个是C C C是指的心脏按压 那么A 指的是 两头胎科的方法 开放气道 空气打开气道 清除口腔内的衣物 就通常溺水的人 是吧 溺水的时候就 溺水 或者噎住 食道或气道衣物 这些都可以 开放气道 清除衣物 B 才是这个能够呼吸 这时候才进行 嘴嘴嘴的能够呼吸 呼吸 对 最后一个呢 这个D 指的是AED 是用电出颤 这个D呢 是放在这个 前面的CBA 尽早地使用 D虽然我把它放到最后了 但是如果你拿到出颤仪的话 就尽早用它 对 尽早用它 就都不用说这个 打开什么气道了 人工呼吸了 都不用 都不用 你及时地拿到出颤仪之后 要及时地进行 让它自己的分析 然后进行电出颤 因为你越早做电出颤 就获得概率会越大 对 那接下来咱们就这样吧 孟大夫 您给我们实操一下吧 是吧 因为光看画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来用 当发现了一个路人 突然倒地之后 要评估一下 周围环境是不是安全 如果周围环境是安全的 咱们才能够进行救治 您说的这个安全 指的是哪方面的 环境安全 比如说你发生车祸 上周围 对不对 车祸了 对不对 这时候它处在一个 不安全的环境当中 也不行 这时候是不行的 要不要患者移开 先移到 对 安全地上去 不能够造成二次伤害 明白明白 第一步 发现患者倒地之后 一定要轻拍 患者叫 呼叫 轻拍患者双肩 对 来拍拍 行行行行 患者没有反应 这时候应该同时 触摸它的颈动脉活动 然后头一截 旁航脸行指 触摸患者 同时看着患者的 胸口起伏情况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胸口起伏 也没有触摸到颈动脉活动 这时候患者可能 心头已经停止了 这时候就应该进行呼救了 那我能先问一下 他这是穿了个 带拉带的衣服 如果他穿的是个套头衫 剪开 当时剪开来不及 往上翻 一定要充分地暴露 一定要把衣服 给他露出来 对 一定要充分地暴露 患者的胸部 就看他是不是有起伏 他穿着衣服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来观测到 他起伏的这个程度 对 这个呢 如果穿着衣服的话 他也会影响胸部的起伏 按压的时候 应该影响 可能哪还 还给他勒着呢 没有办法 更好的呼吸 好 这是第一个叫 叫完了以后 随时 先看他的动脉 然后看他这个 是不是起伏 第二个叫 第二个叫 打电话 你打120 你去 去 来人呢 第三步 C呢 就是新的按压了 新的按压之前呢 一定要把患者的衣服 解开 然后同时呢 把患者置于平地上 或硬往床上 这样才能保证 复苏的效果 按压呢 我们首先选 按压的位置点 在那 按压位置点呢 一般是 两股头的连线 的终点就可以了 按压的手法 一般是手掌根部 手掌根部 对 放在这个位置上 两个手平行 这个五个手指头呢 环扣在一个手掌 这个手指头呢 手指头要翘起来 翘起来 翘起来呢 把手掌根部放在这 对吧 然后包括这个 手腕 肘和肩关节垂直 手指翘起来之后 用身体的力量往上压 这样 压在哪幅度呢 按压的深度呢 是5到6公分 5到6公分 按压的频率呢 是100到120米分 但是我看老师 就那个很多什么急救剧 什么什么医疗剧里边 那大夫上去 那按压的速度快着了 这种 这个频率不就更快了吗 对 咱们实际当中呢 最容易犯着错误呢 就是按压频频过快 过快不好 过快 我给你示范一下 大部分的时候 过快都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为这是对的 对 我一直以为这是对的 所以急救剧都这样 这是不对的 我觉得您再慢了 是不是呢 不是 如果是太快的话 那么胸口呢 不能充分地回弹 这时候呢 心脏呢 不能够进行充血 所以在下次按的时候 没有血来挤出去 按照100到124的 这个频率是可以的 按快乐是不合适的 正常的方式呢 是一定要按压的姿势 垂直 利用身体的重力呢 往按压 身体的重力 对 充分按压下去之后呢 还有回弹 充分地回弹 这种 这回学到 那么这个 那身体的力量是一样 对 也没有那么快 那么这个过度和频率是可以的 不要太快了 太快了是不合适的 下一步呢就是A A呢就是开放气道 开放气道 对 开放气道呢 方法呢就是仰头胎颗的方法 用一个手 然后呢放在额头 然后呢去压住它 然后另一个手呢 提出它的下巴 下颗 那抬起来 看 抬到这个位置上 那它的耳垂和那个下颗脚 连线呢 这个连线呢 垂直于地面 抬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耳垂 下颗脚跟耳垂的连线垂直于地面 对 开放气道呢 一定要观察一下 患者的那个口内呢 有没有异物 有过有的话 那时候呢 这时候呢 要歪头 侧头 对 侧头 侧头呢 对 然后用手呢 把这个异物呢 给它抠出来 可以抠出来 开出来之后 然后呢 保持气道的开放 这是A 开放气道 下一个呢 是B 人工呼吸 B就是人工呼吸 在人工呼吸的时候 也是保持这个姿势 然后一个手呢 去捏住它的鼻孔 还是偷住下颗 然后呢 这时候呢 要嘴嘴嘴的 然后去给它 用嘴 包住它的嘴 对水气 吹水时间一秒钟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错误呢 这不用大口吸气 你不用大口吸气 为什么呢 不应该大口吸气 然后有氧气 然后再吹进去吗 一般的话 如果大口吸气的话 这时候呢 会导致过度的通气 壁板过度的通气呢 应该是平常的 叫口气就可以了 不要大口吸气 去吹一吹 那么吹完 第一次吹气之后呢 要松开鼻孔 松开鼻孔之后 让它有气流出 然后再进行第二次 捏住鼻孔 再吹一次 再吹一次 就可以了 吹完了以后 还是要把鼻孔给它打开 对 第一次和第二次吹气之间呢 然后要松开鼻孔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呢 吹完了两次气之后 然后呢 再进行心维按压 那么三十次的按压 和两次的灵工呼吸 就成为一个循环 应该做几个循环啊 做五个循环 五个循环 这样做五个循环之后 再判断它有没有这个反应 那么这五个循环的时间呢 应该是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 这时候让它判断 它有没有反应 如果有反应的话 这时候可能它意识不清楚吧 它可能开始有反应了 开始烦躁 开始挣扎 对吧 或者说你看到它面色 变得红润了 对吧 或者你看到它有呼吸了 要么触摸这个动脉呢 有波动啊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已经恢复了 就开始攻险了 成功了 对 那心跳已经恢复 那个跳动了 这时候呢 就可以 你看它清楚了吗 对对 就一定再按压了 好 如果是没有的话 没有这些反应的话 那么呢 这时候今天接着再做按压 还要再做 对 还要做五轮 五轮循环之后 然后再判断 或者等到有医院 救护士到了之后 更懂专业知识的人 到了之后 再进行接着进行 幸福苏 或者专业到医院里